日本幕府时期 就相当于三国时期 每一个人都想携天子而令天下 而在十七世纪的初期 五个幕府中势力最大的是胡勇 而也是因为他的势力 所以让另外四家领主开始结盟 想要铲除他 但是此时先皇的离世 让另外四家领主不能公开对抗胡勇 所以就想着拉拢更多的势力 而在胡勇的手下 势力最大的是八重领主 他拥有三千精兵 八重是个阳凤英维的人 一直都想着两边都不得罪 然后坐收于渔翁之力 但是这一切都被他的侄看在眼里 他的侄有着更大的野心 想要让战争尽快爆发 这样胡勇和石堂如果打起来 只要他们都把对方打趴下 最后不就是他们的天下吗 所以他蛊惑了胡勇儿子 让他瞒着父亲 然后悄悄把这些石堂的手下给杀了 一抱在大阪的羞耻 儿子就这样被人算起 真的杀了这些人 而这件事很快就传到大阪 石堂领主看到手下头颅的时候 牙齿都要咬碎了 四位领主意见不一 一想要真的发生战争 另外几名领主开始后退 甚至有的人当场就装起了病 虽然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军队的 但是想要对抗胡勇 心里都没有底 此时石堂已经骑虎难下了 所以召集战队的事已经不得不做了 而在约翰这边 谁也没有想到 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开始靠近网代 等他们走近 橘子夫人才看清 带队的人竟然是自己的丈夫 他竟然没有死 此时的橘子内心是挣扎的 这个心里只有女人才能体会了 至少他并不是喜悦的心情 胡勇把军队安扎好后 开始询问橘子 杀石堂手下这件事到底是谁的主意 因为胡勇深深知道自己那个傻儿子 根本做不出那样的事 肯定背后有人在给他出主意 这件事橘子是不知道的 但是胡勇已经开始担心 石堂那边为此要发动战争了 而此时儿子还带着自己的猎物向着父亲炫耀 胡勇都没有正眼看儿子 并让橘子把这些猎物拿给约翰 谢谢他这么多天的指导大炮队 很显然约翰交出来的大炮队是令胡勇满意的 当橘子离开后 胡勇这个时候才开始教训儿子 儿子想要说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意 胡勇打断了他的话 并对他说 背后指使你做的人不大可能是八重 他还没有那个胆子 所以就是他的侦儿在蛊惑你 而你也没有任何分辨 就上当了 做了人家的枪子 胡勇越说就越气 这个儿子简直愚蠢到家了 但是胡勇毕竟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 他深深知道儿子被人算计做出这样的蠢事 并不能怪儿子 其实如果一个人想要让你上圈套 很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上套 然后开始教导儿子 你应该学老鹰 他们站在高处 可以发现所有的动态 然后扑捉移动的猎物 这些人就能握住别人的咽喉 而另外一些人则是只知道带着仇恨的种子 然后被人利用诱惑 胡勇画风一转 对儿子说 你要像老鹰一样飞得更高 然后驾驭他们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 这些都是成长的过程 这些话绝对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劝导 不单单胡勇的儿子需要听听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听听这些智者的话语 胡勇为了惩罚儿子 撤销了他的大炮队队长的身份 儿子此时彻底猛了 画面回到约翰这边 他拿着鸟开始对着他们说 你们怎么可以杀一只鸟来做食物呢 但是约翰知道 这个还不能扔掉 也不能吃掉 所以约翰就把他给挂了起来 因为约翰是新教的人 新教的人的经文里 就明确写着带羽毛的鸟是不能吃的 此时伏计夫人开始确认 约翰真的就挂在这里吗 时间一长就会发臭啊 约翰说 是的 因为这是胡勇的礼物 我们不能扔掉 必须要保存好 虽然这些日本人听不懂约翰的话 但是都非常好奇 为什么这个一族要这样做 最后约翰说了一句日语 如果谁碰这个就会死 这句话这些人全部听懂了 而伏计的好奇心也开始发作 他一边嘱托所有的庸人 不能触碰那只鸟 另外也十分好奇约翰的做法 就在这个时候 举子的老公走了进来 伏计有点紧张了 因为他是知道举子和约翰的事 所以他小心地回复着他的问话 说举子现在出去了 他可以传达话 满脸是伤的男人问话 非常的直接 直接问我的妻子 是否和约翰睡一个枕头了 伏计说 我才是约翰的配偶 男人继续说 那么你和约翰睡一个枕头了吗 伏计小心地说 没有 然后观察着他的动向 继续说了一句非常诡异的话 至少让男人开始上头了 所以女人还是非常可怕的 他说 约翰喜欢更多的女人陪着他 男人立马就觉得 自己的老婆是否也就是他喜欢的女人 所以伏计还是有私心的 男人非常生气地离开了 想要找到约翰 伏计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男人走后 伏计的嘴角露出浅浅的笑容 也带着些些的恐惧 总之他是一个复杂的女人 胡勇这边 找到八重小领主 对他大为赞赏 并说他知道了 在食堂要求他回大阪的时候 他选择了没有去 并说这是你明智的选择 八重也立刻表现出自己绝对忠于胡勇 就在这个时候 胡勇走到八重身边 开始问 你觉得是谁在指使我儿子做出那样的蠢事 八重害怕极了 立马撇清自己的关系 胡勇立马说 如果是你的话 就说明你真的站在我这一边 八重笑着说 他没有蛊惑他的儿子 也会一直站在他这边的 其实八重是知道的 胡勇在套他的话 如果被胡勇知道谁是蛊惑的人 那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必须要坚持说这一切都是这个小子自己做的 他根本管不了胡勇儿子 胡勇也明白 这个时候不是查明这些事的时候 他坐下来 然后和八重商议如何拦阻食堂的军队 因为从大阪到江湖 必经之路是网单 所以胡勇还需要八重在这里做好防守 等待着食堂军队的进攻 八重立马开始附和着说 这些也是我的想法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然后胡勇正式把大炮队交给八重的辙儿 他辙儿现在就是大炮队的队长了 八重多多少少有点失望 看到这里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八重的辙儿要捕获胡勇儿子杀人了吧 从这件事中 八重也终于明白 自己的人里有胡勇的间谍 就开始到处搜查间谍 辙儿也在这个时候得知胡勇将大炮队的队长交给了自己 为了表忠心 辙儿立马对八重说 他会一直效忠叔叔的 八重忽然冷下脸对辙儿说 你真的以为这个大炮队就是你了吗 并让辙儿永远知道 自己才是这个大炮队的主人 很显然八重对这个大炮队还是非常想拥有的 那么他们的间谍到底是谁呢 小伙伴有知道的吗 就在要离开的时候 八重忽然对手下说 让他去大阪找食堂 告诉他们 食堂手下的死和他们无关 而这一切都在辙儿的眼中 过几天 那只死鸟就彻底发臭声躯了 那种恶臭已经将整个院子污染了 他们现在吃饭要关上门 睡觉要关上窗 而那种恶臭似乎并没有离开 伏计夫人开始向橘子夫人抱怨 这样下去他们都会生病的 伏计也把橘子丈夫找来的事情说了 并担心这件事可能会让约翰受伤 橘子说 你为什么认为丈夫会伤害他呢 问这句话的时候 两人目光交际 又都收回了目光 在此刻 橘子已经后悔问出那样的话 看来两人都心知肚明 这个时候约翰走了过来 他不理解 橘子的丈夫为什么要在他这里休息 很显然这句话问的有点多余 毕竟橘子是他老婆呀 橘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站起来对约翰说 你可以成为一个有礼貌的主人的 第二天一早 约翰在院子里就看到了橘子的丈夫 约翰上前问好 用的是日语 橘子丈夫说 可以叫他护田先生 约翰对护田能逃出大阪非常的赞叹 而护田也说 因为他的弓箭比大炮射得更加的远 约翰邀请护田能参加一场友谊赛 就在说话的时候 苍蝇也飞来飞去 护田也闻到了恶臭 就询问这些味道从哪里来的 很显然约翰挂的鸟伏记没有说出来 而是解释这都是他们没有打扫好厨房的原因 夜晚大家都回来的时候 四人坐在一起吃晚餐 而这次的晚餐就是那只已经恶臭三天的鸟 整个房间的恶臭 已经让人反胃作呜 约翰想让护田尝一尝 但是护田的眼神告诉我们 他不会吃的 约翰就拿给橘子 橘子当然知道这个是不能吃的 拒绝了 伏记此事完全是不明白 约翰为什么要这么做的 约翰把恶臭的食物让人拿了下去 然后四人开始吃面条 护田一看到约翰吃个面条还发出声响 就笑话他是个香巴了 橘子非常准确地把丈夫的意思翻译了 就这样两个男人无处不在互相做斗争 似乎谁都想表现出自己比对方强 看来一场男人与男人的对决是在所难免 就这样两人开始倒掉碗里的面条 开始互相比起酒来 两人的眼神多少都带着极度的成分 而两个女人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就这样看着他们一直喝 一直喝 喝到厨房的酒已经没有了 橘子想让伏记说自己累了 想要休息 但是被约翰拦阻了 必须要继续喝酒 最终还是约翰忍不住好奇 想问护田究竟是怎样从大阪逃出来的 护田说 那些故事都是小孩子的故事 没有什么能拿出炫耀的 然后开始为难约翰 你不是胡勇安排的大炮队的教官吗 肯定参加过什么战争吧 此时约翰想要糊弄过去 但是护田的眼神告诉我们 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此时橘子也提醒约翰 他丈夫现在酒高了 现在随时都可能爆发 所以让约翰一定要小心说话 约翰根本不把橘子的话放心上 继续开始挑逗护田 这次没有让橘子翻译 护田已经明白 这是对自己射箭技术的不服啊 就立马让人把自己的弓箭拿出来 然后让约翰选择一个目标 他来射击 很显然约翰并不知道 他激怒的是什么 没有办法 约翰只好随便选择右边的 而谁也没有想到 护田直接将弓箭对准橘子夫人 剑就沿着橘子的鼻尖飞了过去 这些吓坏了伏记和约翰 此时约翰已经后悔了 但是第二件也发来出去 虽然飞过了橘子的面前 但是他纹丝不动 从这里看到 橘子绝对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会像伏记那样下着壁上眼睛 约翰非常生气地说 在我们国家绝对不会对着自己的妻子这样做的 老婆是拿来宠爱的 当橘子把这些话如实地翻译给护田听的时候 他笑了 这个时候护田才说起橘子的历史 橘子的父亲本身也是东京的领主 但是背叛有罪 全族的人都被灭了 而橘子就是那个时候偷偷活了下来 作为一个乱臣贼子 根本就没有尊严可讲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 橘子能现在活下来 要谢谢他的丈夫 就是因为他 橘子才能活下来 最后橘子对约翰说 我请你记住在日本我们是活在围栏里的 走不出去的 说完就离开了 护田大声地呵斥着橘子 想让他回来坐下 但是橘子没有回来 所以夜晚的殴打在所难免 殴打的声音也惊醒了约翰 他立马跑过去 此时伏计拿着武器在门口把守着 拦阻约翰进去 但是约翰这个时候已经激动了 立马拿下伏计手里的武器 闯入进去 看到了满脸是伤的橘子 别跑了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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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